张廷玉 乾隆十三年 乾隆皇帝的挚爱 孝贤皇后 大少人寰 永远地离开了他 这件事情对乾隆的精神打击很大 从此乾隆皇帝性情大变 敏感而又暴躁的乾隆 复罚了很多人 这其中就包括大臣张廷玉 张廷玉是康永前三朝元老 而且又协助乾隆顺利登记 那么张廷玉犯了什么错误 以至于乾隆要处罚他 这次受罚是张廷玉步入仕途 四十七年以来的第一次 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张廷玉是一个怎样的人 卡着有哪些过人之处 乾隆与张廷玉之间 又存在着哪些微妙的君臣关系 作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廷玉 为我们讲述《成败论乾隆》上部 第九集 半军如半虎 上一集我们讲到乾隆十三年 因为孝贤皇后去世 乾隆处理了很多大臣 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是三朝老臣张廷玉 我们知道乾隆跟孝贤的感情很好 所以对他的方式特别重视 势必听功 把这个记文拿来看了一下 看看写的怎么样 一看之下 乾隆说其中有一个词用的不妥 哪个词呢 拳台 就是九拳之下的意思 本来是一个很文雅的词 但是乾隆吹毛秋思 说这个词不够尊贵 你用于普通人尚可 岂可加之皇后之尊 皇后这样尊贵的人 应该想点特别的词来形容一下 结果因为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 主管汉黎院的大学士张廷玉 被罚奉一年 罚奉一年 这个对其他官员来讲 可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处罚 但是对张廷玉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是张廷玉步入仕途 47年来受到的第一次处分 所以他难免就胆战心惊 张廷玉这个人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做官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人 一步一步从一个普通晋士 晋升到了未及人臣的大学士 截止到乾隆中期以前 47年间 没犯过任何错误 没受过任何处分 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张廷玉做官为什么能这么成功 他有什么秘诀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他的履历 张廷玉是安徽同城人 书香门帝 官宦世家 他的父亲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张英 所以从小家教是特别好 29岁 他中了进士 同时又点了汗 那么33岁那一年 康熙皇帝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他 发现这个年轻人 一表人才 而且言谈举止 稳重得体 落落大方 康熙皇帝很高兴 命他入职南书房 就是做了康熙的贴身低等的小秘书 从那时候起 张廷玉就交了好运了 从33岁到45岁 等等12年 他给康熙做秘书 那么同样的才华 同样的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 回报是大不一样的 你给皇帝直接 回报 当然很好 因为康熙对他很欣赏 所以12年间 张廷玉的级别 从一个从七品的汉林院检讨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研究员 一直升到了礼部室了 从二品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 整整升了十级 那么这是张廷玉在康熙朝的情况 那么到了雍正朝 张廷玉就更了得 康熙去世 雍正登基 雍正皇帝一见到张廷玉 非常欣赏 说张廷玉这个人 气助端宁 应对宁席 什么意思 气质很沉稳 回答皇帝的话 非常有条理 雍正皇帝是一个特别有魄力的人 敢于魄格用人 所以康熙去世才半个月 他就把张廷玉提拔为礼部尚书 相当于今天的正部长 我们都知道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 难伺候的皇帝 对人的要求是特别苛刻 但是他对张廷玉 却是一见如故 欣赏至极 把张廷玉提拔为尚书之后 他就一天也离不开这个人了 每天都要张廷玉进宫 什么大事小情都要跟他商量 那么头一年不是把张廷玉提拔为尚书吗 这一天都要跟张廷玉的军机处 让张廷玉做了首席军机大臣 这个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天底下除了雍正皇帝就是张廷玉最有权力 当然这个首席军机大臣 张廷玉做了三年 因为后来雍正十年 鄂尔泰从外省进京 那么按照清代这个先满后汉的惯例 让鄂尔泰做了首席 张廷玉是四席 但是实际上还是很有权力 那么除了不断的给张廷玉加官进决 还有两件小事能够体现出 雍正对张廷玉是多么重视 哪两件小事呢 一件是雍正五年五月 张廷玉病了 请了半个月病假 病好之后进宫萧将面见皇帝 雍正见到张廷玉 第一句话就说 朕前日将近世约 朕连日悸痛 如等知之乎 就是说我前两天对太监说 我这几天胳膊疼 你知道吗 太监说 近世惊问故 朕运大学士张廷玉患病 悲震必痛苦 就是太监忙着问说 您怎么 怎么胳膊疼不找太医呢 我说 大学士张廷玉病了 这不就相当于我的胳膊疼吗 你看 雍正把张廷玉 视为他的古宗之臣 一天都离不了 那么第二件事是雍正十一年 张廷玉请假 回老家去叛亲 离京很久 雍正皇帝非常想念 就在张廷玉的奏折上 披了这样一套 说朕继位十一年来 再庭近内当臣 一日不曾相离者 为亲一人 一顾君臣 行心戏 仅相隔阅语 未免每每尊 这个话 简直有点像行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当了皇帝十一年 身边的大臣 一天都没有分离过的 只有你一个 咱们两个 一顾君臣 情同弃友 名分上是君臣 实际上是弃友 什么叫弃友 拜把子兄弟 说如今咱们一个多月没见着 我天天想念你 可见这个君臣感情 好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雍正去世的时候 张廷玉 获得了清代汉族官员 从来没有获得过的一个殊荣 什么殊荣呢 身后佩祥太庙 就是张廷玉死后 他的牌位可以供到太庙里 和雍正作伴 有清一代 从官外算是296年 从入官算是268年 张廷玉是唯一一个 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那么清代汉人 对大清王朝做出贡献的也有很多 为什么只有张廷玉一个人 能够配祥太庙呢 这个我们就要从清代的宗庙制度说起 太庙起源很早 他是供奉最高统治者祖先牌位的地方 夏商周时候就有了 那么夏朝呢叫世史 商朝呢叫崇乌 周朝叫明堂 从秦汉之后呢 才叫太庙 那么一开始 太庙中呢 供奉着死去的皇帝 后来呢 皇帝的子孙认为 让皇帝一个人的牌位在那待着呢 怪孤单的 就把皇帝生前的一些大臣也供进去 但是能够供进太庙的大臣 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他们分为两类 一类是皇帝的至亲 位高权重的至亲 另外一类呢 是要对江山社稷做出特别重大贡献的功臣 才能够进去 所以这是极难得到的荣誉 从这点来看 雍正皇帝对张庭玉这个人 确实是非常的看重 那么这是张庭玉在雍正朝的情况 那么到了乾隆朝呢 乾隆元年 张庭玉已经65岁了 三朝元老 又是左命熏臣 那么雍正啊 当初是秘密地处 写好了传位秘诏之后呢 这个秘诏的副本 只给一个人看过 那就是张庭玉 当然后来 鄂尔泰进京 又给鄂尔泰看了一下 就是说 天下那么多大臣 只有他们两个 看过这个传位秘诏 后来雍正去世 死在圆明园 那么太监们呢 一时找不到这个传位秘诏的副本 乱成一团 还是张庭玉指点他们 找到了这个副本 帮着乾隆呢 顺利继位 所以乾隆对张庭玉啊 是非常尊重 让他继续做大学士 和这个鄂尔泰一起呢 处理国务 和这个张庭玉说话 总是称他为先生 或者是清 从来不会直呼其名 每次张庭玉上朝的时候呢 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太监 赶紧上前搀扶 生怕老人家呢 有什么闪失 乾隆二年 乾隆呢 还特意封了张庭玉为伯爵 这就开了清代 这个文臣封伯的先例 可以说 在乾隆初年 张庭玉所受到的这个待遇 在有清一代的汉族大臣当中 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他在乾隆朝的情况 如此成功了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他过人的才干 另外一个呢 是他对陈道的精深研究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 他过人的才干 张庭玉身上才干的第一方面呢 是突出的秘书之才 从康熙43年入职南书房开始 张庭玉呢 就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 他记录皇帝的讲话记得特别准 形成文件呢 速度特别快 那么雍正当初最早欣赏他 也是因为这一点 雍正刚刚登基那时候呢 一方面要忙着办理附近的方式 另一方面呢 又要急于处理政敌 所以呢 一天要发布十几道生旨 那么雍正办公呢 是采取的是口述的方式 张庭玉年术中说呢 说当时雍正皇帝 口授大义 行御 或于御前 福地已输 或隔联授机 搞旧既长御朗 每日不下十数 皆秤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雍正口授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人口述的时候呢 这个口语啊 往往是比较凌乱 是吧 没有条理 那么张庭玉就有本事 在几分钟之内 把雍正的口语 变成典雅的文言文 而且是一篇呢 逻辑周密 文采飞然 没有任何漏洞的文言文 雍正一天要发布 这么十几道语旨 张庭玉呢 十几年如一日 没有出过任何查诉 这个才干 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比 这是他的第一方面才干 第二方面才干呢 是张庭玉的这个 蛮语水平 张庭玉是个汉人 但是他的蛮语 却非常精通 比当时大部分满族人 水平还要高 那么张庭玉 为什么要研究满文呢 因为他很清楚 清代中西以前 这些核心机密 政治最高层的这些文件 都是要用满文记载 你要是不通满文 你就没法进入决策的核心层 所以他下大力气 绝通了满文 这是他的第二项才干 那么第三项才干 就是过人的记忆力 张庭玉的这个大脑 是一个超级的资料库 全国所有的高级大臣 好几百号人 他们的家庭出身背景 做过哪些大事 他都一清二楚 全国所有的县令 一千多人 他马上都能说出 每个县县令的名字 所以雍正办公 一天也离不开他 雍正皇帝曾经说 一日所办 在他人十日不能 就是说你一天干的活 相当于他人干十天 所以过人的才干 是张庭玉成功的基础 但是这个只是他成功的一个方面 他身上还有其他人所没有的 另外一个方面 那是什么呢 就是对陈道的精神研究 陈道就是怎么做大臣 怎么服侍君主 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荀子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名字就叫陈道 荀子说 你做大臣 首先一点 你要分清楚 你伺候的这位君主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昏君还是明君 不同的君主 有不同的伺候办法 那么怎么服侍明君呢 荀子说 恭敬而训 听从而敏 不敢有以私决责也 不敢有以私决责也 以顺上为止 是是圣君之意 就是说 伺候明君 你要先训而恭训 要听话 办事还要敏据 不能以自己的私心 去干扰君主的决策 要与君主的意志 为唯一的标准 这是伺候明君的办法 那么怎么伺候 昏君或者说暴君呢 君主说 若欲扑马 若仰赤子 不 因其聚也 而改其故 因其优也 而便其故 因其喜也 而入其道 因其弄也 而除其怨 取得所谓 就是说 你要像调教 不驯服的马 或者说 带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一样 要研究帝王的心理 你要趁着他 因为什么事 而恐惧的时候 改正他的错误 你要趁着他 有忧患心的时候 手把手 教他处理政务 你要趁着他高兴的时候 给他讲 治国的大道理 那么 你要趁着他发怒的时候 除去你的敌人 所以你看 在秦始皇出现之前 中国人就把 怎么服侍君主 研究的如此的 如火纯青 总结了很多的 为臣之道 当然 这些为臣之道 都是在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 文化场合 那么它里面 有没有精华 有多少精华 有没有糟粕 有多少是糟粕 需要我们今天 重新来思考 但是这个在当时 确实就是张廷玉 步入仕途的 入门教科书 那么除了研究 这些陈道之外 我们别忘了 张廷玉是官宦世家 我们说过 他的父亲张英 是康熙朝的大学士 张英这个人 做官就很了得 做了几十年官 没有什么大的闪失 所以他对张廷玉 是言传深教 因此张廷玉 一出现在官场上 就表现得特别成熟 特别沉稳 一举一动 特别得体 所以康熙皇帝 才一眼就相忠了他 那么张廷玉研究陈道 他心里很清楚 一个君主 最防范大臣的是什么 是大臣的私心 是要防止大臣 在执行自己政策当中 夹带私祸 所以张廷玉认为 你做大臣 要想成功的话 首先就要没有私心 或者说 你要善于掩藏自己的私心 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私心 所以张廷玉 为臣的第一个特点是 做事大公不私 事事处处 从皇帝的角度出发 去思考问题 绝不掺杂自己的私人利益 那么他刚步入官场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那个时候 皇帝派他到一个地方 做主考官 张廷玉的一个朋友 想到他这来走后门 让他透露一下 试题是什么 张廷玉当然是 具不同意 但是他拒绝的方式 比较艺术 他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 连前月色 明如昼 修作人间 目业 这会说 我要做一轮消洁的明月 我不要把我这 当成一款披黑的爱 那么这首诗 后来就传出去了 一时张廷玉 大公公司的这个形象 就深入人心 一方面 是处理事情 比较公正 另外一方面 是在功名利禄面前 保持迁退 那么雍正十一年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 考中了晋诗 而且还是一等 第三名 我们知道 第一名叫什么 叫状元 第二名是榜眼 第三名是探华 一般人家孩子中了探华 那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张廷玉不是这样 张廷玉得知这个消息 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惊惧失措 赶紧跑到宫中 面见雍正皇帝 恳求雍正皇帝 把这个探华 让给别人家的海 张廷玉怎么说呢 张廷玉说 天下人才众多 三年大笔 莫不忘领甲 光患之死 朱银战天下 韩世之间 就是说 我们家出了好几个戒 有好几个人在作官 这个气域已经很盛了 那么领甲前三名 这是天下普通老百姓 都可忘了 很紧往上 把这个前三名 让过普通人家的海 雍正皇帝一听 很感动 于是 把张若隐 从一等第三名 降了一名 变成二等第一名 然后 发布了一道 长篇御址 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详细讲了一遍 那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表彰 张廷玉这个 宫中体国 大公公司 所以你看张廷玉这个人 既有才干 别人代替不了 为人呢 又这么迁退 逝逝处处为皇帝着想 皇帝呢 当然喜欢他 因为他不贪污 所以呢 雍正皇帝不停的赏他银子 一赏就是一万两 而且呢 还赏了他一座档坛 让他们家呢 过上了非常舒服的生活 因为他不为这个亲人 谋取私利 所以雍正呢 就不停的提拔他的亲人 一看到这个张若矮 雍正啊 就想到他父亲呢 辞让叹化这个事 就经常的提拔他 张若矮呢 年纪轻轻 就做到了礼部事了 那么听到这 有的朋友可能说 啊 那我知道了 张廷玉做官的核心窍门呢 就是没有私心 或者说善于隐蔽自己的私心 不对 这个还不是张廷玉做官最核心的桥 张廷玉在仕途当中 47年没犯过任何错误 主要靠的是他身上另一个非常罕见的品质 就是过人的谨慎 俗话说半君如半虎 为什么汉语中会有这样一个成语 因为在皇帝身边工作呀 确实是太危险 那么为什么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危险呢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传统军权呢 没有任何限制 他对大臣是想杀就可以杀 同时呢 军权又是高度排他 高度自私的 所以呢 皇帝一般对他人总是充满猜忌 充满怀疑 那么大臣在皇帝身边待久了 难免不犯点错误 错误积累多了 就有可能到了没 因此在皇帝身边工作 那真是处处陷阱 步步惊心 所以张廷玉在政治生涯当中 他的做官信条是什么呢 是只做执行者 不做思想者 只做秘书 不做明臣 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 周密小心 不误虚明 张廷玉下班之后啊 回到家里 必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把这一天做过的所有的事 说过的所有的话 在大脑中呢 过一遍电影 看一看 范没犯过什么错误 如果是有不当的地方 第二天我怎么弥补 第二件呢 是要把带回家的文件 草稿 一把火全烧掉 家里从来不留文件 为什么呢 因为清代文字玉很厉害 一旦有文字把柄 被人家抓住 就容易倒霉 所以张廷玉做官那么多年 经史稿记载他 无疑自与都府外立结 就是说 从来不跟外国官员同行 为什么呢 为了防止皇帝 我们说张廷玉给雍正服务了13年 雍正朝的每一件重大决策背后呢 实际上都有着他的身影 但是我们翻遍雍正朝的史书 却查不到一件他做了什么大事的记载 为什么呢 这正是张廷玉做官的高明之处 张廷玉通过这种方式 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雍正皇帝头上 自己呢 从来不提自己做过什么事 那么张廷玉去世之后 他的学生汪优敦 给他写这个牧师名 汪优敦说 我们翻遍了政府的所有文件 就是找不到一件文件记载 说他在哪件事上做了什么建议 那么当时有很多大臣 是因为张廷玉的推荐 而被皇帝提拔起来 但是这些大臣 很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 自己在这个仕途上是怎么起步的 因为张廷玉见到他们呢 从来不提这一点 所以这是一般人绝对做不到的绝顶功夫 因此从康熙开始 康永前三代皇帝 都对他这一点特别满意 只有这样的大臣 皇帝用起来才放心 所以我们说张廷玉可以说把陈道研究的时候 到了家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张廷玉做官 如何成功以及为什么成功 但是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一直成功下去 这不到了乾隆年间 张廷玉也开始倒霉了 乾隆十三年 他不就因为一件小事被罚奉一年吗 在以后他还遇到了更大的倒霉事 那么为什么在官场一直屹立不倒的张廷玉 到了乾隆年间就倒霉了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乾隆皇帝这个人太精明了 乾隆皇帝的性格跟他的父亲雍正可是大不一样 我们提起雍正头脑中的印象 往往是这个人特别苛刻 特别严厉 特别阴沉 但是实际上这只是雍正性格的一个侧面 他身上还有我们不太了解的另一方面的侧面 什么呢 就是特别直肠子的一面 他对人虽然是有戒心 但是他一旦认定你是好人之后 认定你是可靠的人 他马上就会掏心挖肝 对你说心理话 你看雍正的那些猪皮 他给那些亲信大臣的猪皮 那就像跟好哥们聊天一样 什么亲热的话都往外说 比如我们看他给他的宠臣田文静 写的这样一条猪皮 说朕就是这样汉 就是这样秉静 就是这样的王 而等大臣若不复战 这段不复战 这样的猪皮 乾隆皇帝是绝对想 其他皇帝也很含血 所以说雍正身上 也有着特别的天真淋漓 真性真情的一面 那么雍正如此欣赏张庭玉 除了张庭玉有才干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很互浑 雍正是个什么性格呢 雍正身上有着性子特别急的一面 喜怒不定 大起大落 在《清世宗实录》当中记载 康熙曾经批评雍正 说你性格是喜怒不定 为人轻率 那么雍正那个时候还是皇子 对康熙的这个批示特别重视 拼命的要改掉自己的这个缺点 后来曾经把康熙手书的一个 借急用忍的这个条幅 在自己的书房中挂了一辈子 但是人的性格是很难彻底改掉 实际上当了皇帝之后 他还是不停的犯这个性疾病 那么张庭玉的性格什么样 周密小兴 特别有耐心 特别有涵养 那么人们交朋友的时候 往往有一个规律 就是对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些特质 往往是比较欣赏 所以性格内向的人有的时候很欣赏性格外向的人 外向的人有的时候也觉得性格内向的人很可靠 很沉稳 所以雍正皇帝每当他犯了性疾病的时候 张庭玉都会耐心的劝解 让他压一压性子 所以君臣两个人相处的是非常好 雍正认为张庭玉这个人是赤胆忠心的纯臣 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 在遗嘱中写了这样一篇 说大学士张庭玉 气量存全 书成供职 郑和宝契始终不遇 将来都配享太庙 招恩 就是说 我保证张庭玉这个人 这个宗臣 我死后 他也会继续这样做 所以你要继续任用他 而且将来要让他配享太庙 那么对张庭玉打这样的宝票 是雍正对张庭玉人格的最大的认可 但是乾隆对张庭玉可不这样看 我们说性格相似的人 有的时候会相互比较默契 但是也有的时候是比较排斥 精明的人最讨厌的就是跟自己一样精明的人 乾隆和张庭玉一样 都是特别世故 特别精明 特别有诚服的那一类人 所以乾隆继位之后 一眼就看出了张庭玉身上的这个巧和滑 乾隆认为张庭玉做事表面上大公公司 实际心机极深 确实张庭玉为大清皇室 确实工作是尽心尽力 做了不少贡献 但是在他每一个举动背后 实际上都是跟别人一样 都掩藏着说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心 只不过是他很多事办得比较巧妙 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已 但是乾隆看得出来 所以乾隆认为这个人算不上什么纯臣 你比如说张庭玉把自己家里人安排的就都挺好 张庭玉的两个弟弟 一个叫张庭璐 一个叫张庭钻 分别是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 两个儿子呢 张若矮张若成 也分别入职南书皇和军机处 可以说一门之内潮身命服 归映于礼 天下平之 一家子的人穿的都是高级官服 天下人都很羡慕他们老张庭 所以乾隆认为张庭玉是个心机很深的人 需要加以提防 这是乾隆不喜欢张庭玉的第一个原因 虽然君臣二人性格不服 但是乾隆对张庭玉一直是非常尊重的 直到乾隆十三年 孝贤皇后去世 乾隆因张庭玉为皇后写记文时 出现措辞披漏而大动 将张庭玉罚奉一年 这是张庭玉古诗徒47年来第一次受处分 那么乾隆为什么会如此大动干戈 他对张庭玉还有哪些不满 成败论乾隆上部第九集 半君如半虎 乾隆认为张庭玉是个心机很深的人 这是乾隆不喜欢张庭玉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张庭玉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 可利用价值也是一天比一天降低了 刚刚登基继位的时候 乾隆对张庭玉那么重视 那么尊崇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顾命老臣 主要是因为张庭玉政治经验特别丰富 乾隆离不开他 如果我们说大清政治是一架高度精密的机器的话 张庭玉头脑中装着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 以及保养记录 但是做了六七年皇帝之后 乾隆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驾驭大清这艘庞大航船的高难技巧 已经不再那么需要张庭玉了 同时张庭玉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体力和精力也都大如前了 乾隆三年 他曾经上书辞去自己的坚韧力度上书的课 他说 就是说我今年六十七了 感觉身体确实不如以前了 记忆力不行了 而且吃饭一天比天少 睡觉也是一天比天少 办起工来越来越吃力了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乾隆就开始提拔年轻的大臣 乾隆发现年轻人办事 果断利落 效率很高 不像张庭玉这样的老臣 瞻前顾后 拖泥带水 所以我们说乾隆十年 鄂尔泰不是去世了吗 首席军机大臣就出缺了 乾隆没有让张庭玉做首席 而是提拔了内阁当中 排名最靠后的 年仅三十岁的纳钦 做了首席军机大臣 那么三十多岁的纳钦 排在七十多岁的张庭玉前 张庭玉心里当然不是资论 到了乾隆十一年 乾隆又发布了这样一道遇课 说大学士张庭玉 读官数十年 今年遇古稀 每日沉兴复去 为你过劳 振兴枕念 之后不必向早 什么意思 张庭玉今年七十多 每天一大早爬起来上早朝 我感觉太辛苦了 我体恤老臣 今后不用他再上早朝 那么这道遇课表面上是尊崇 优待张庭玉 实际上却是把张庭玉排除出了决策的核心层 为什么 因为乾隆商量大事 决定要事都在早朝的时段 你不让他上早朝 就是说很多事不再跟他商量 所以张庭玉在大清政治中的地位是大大降低了 身体问题是乾隆不再重用张庭玉的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则是大击大臣内斗的需要 我们说过乾隆刚继位的时候 朝中就隐隐的形成了两大集团 鄂尔泰和张庭玉地位相当 性格不合 大臣们就分别攀附在他们门下 形成了大臣争斗的趋势 那么一开始因为乾隆离不开这两个人 所以对他们是趋加包容 尽量不予处理 但是做了几年皇帝之后 过了政治实习期之后 乾隆感觉自己可以碰一碰内斗 那么既然要碰内斗 首先就要拿厄尔泰和张庭玉开刀 因为秦贼先秦王 那么乾隆这个决定一下 厄尔泰和张庭玉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改变 后来为什么形势高调的厄尔泰 他得了善忠 那么医生谨慎的张庭玉 最后却身败名裂 这个我们下一题再讲 谢谢 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